Hello,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老哥儿的频道 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信誉XQ1212怪兽卡车的评装视频 这款怪兽卡车复刻了国内MARC大神凯文木的作品,编号为MARC26278 作为国内顶尖的MARC作者,凯文木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品,包括语星13106堆高机等等 听老哥儿说凯文木的作品可以和荒景文大师相提并论,在说明书制作上甚至更胜一筹,真让人期待啊 话不多说,赶紧开箱拼装吧 开箱咯 1700片零件分装在18个袋子内 有步骤分包 说明书和贴纸印刷非常精美 另有补充说明页一张 动力组方面,老哥儿自备了两个语星黑豹XL电机 一个语星黑豹四伏电机和一块语星四通道理电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款Mock作品的名字是Monster Truck with Automatic Differential Lock 也就是带自动差速锁的怪兽卡车 作者通过绝妙的结构设计 使得这台怪兽卡车可以在执行时 差速器自动锁止 转向时差速器自动开放 那么作者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执行时红色的动力传输环与离合器齿轮咬合 此时差速器处于锁止的状态 转向时 四伏电机将驱动这里的转向十字轴 通过十二尺齿轮和齿条带动驱动桥进行转向 同时在这根十字轴上装有两个一乘二的蓝色薄板 这两个薄板会将 这里 绑有皮筋的结构向下顶出 这个结构与一个 硬连接杆相连 这个硬连接杆可以 波动这里的换挡波杆 使动力传输环与离合齿轮分离 实现转向时的差速器自动开放 当转向结束 回正方向后 这里的蓝色薄板不再将 绑有皮筋的结构顶出 在皮筋的作用下 这个结构会回到原位 同时硬连接杆会 将换挡波杆拨回 动力传输环与离合齿轮再次咬合 实现执行时的 差速器自动锁制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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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都要归功于原作者开文幕的奇思妙想和一丝不苟 自动插塑索的结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 近乎完美的说明书仅仅是阅读就带给人一种享受 而精心编排的拼搭步骤更是行云流水 让人心旷神移 真没想到国内也有这样世界顶级的Moke作者实在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欢迎订阅老哥的频道 如果你也有任何疑问也欢迎在评论区终于老哥的进行互动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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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z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龍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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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哼哼哼- - 哼哼哼- 嗯 谢谢观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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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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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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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